换个焦点 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 精神压力大 想要顺利入睡也变成了一种困扰 于是各种著名产品因运而生 根据研究 这可不仅仅是市场供需这么简单 背后隐藏的是超过人民币4000亿元 约合马币高达2650亿令吉的庞大经济连 研究显示 人的一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 充足的睡眠时间 良好的睡眠品质能够让人神清气爽 但2022年中国睡眠研究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 中国人民的睡眠时长从2012年的8.5个小时 缩减到2021年的7.06个小时 减少了整整1.5个小时 只有35%的人能够维持8小时的睡眠 超过3亿的中国人患有睡眠障碍 足以见得 失眠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的昆明病 为了能够早点入睡的话 我其实我会定期买一些著名的产品 然后比如说睡眠香薰 然后睡眠喷雾 耳塞 眼罩这些 都是我定期会购买的 然后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些 就手机上我有下载一些APP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白噪音 然后一些催眠湿的一些音频 然后每天晚上会听着这些入睡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 它其实很多音频是会员才能听的 所以我每个月大概还会花20多块钱 然后买一个这个地面APP的一个会员 确实 不少人为了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不惜花钱购买各类著名产品 中国研调机构爱美咨询的报告显示 消费者对相关产品的价格接受度 集中在人民币400元或马币260令吉以下 商家看准市场需求 争相推出相关产品 让中国形成超过人民币4000亿的 庞大睡眠经济链 而且从走势来看还在逐年增长中 报告也说明 七成的消费者是从电商平台购买著眠产品 而根据中国电商平台的消费数据 最受欢迎的著眠产品分别是著眠喷雾 记忆诊和蒸汽眼罩 但睡眠经济的瓶颈在于 市面上大多著眠产品主要聚焦于调整用户的情绪和压力 产品质量和效果良袖不齐 超过半数的使用者认为效果不彰或者实际效用与高昂的售价不符 以著眠饮料为例 大多数添加的主要成分为退黑素 但退黑素能够帮助睡眠的具体效力还在研究中 大量服用更存在副作用的问题 所以想要睡眠经济能够永续发展 就得解决产品技术不够成熟的痛点 同时制定相关行业的监管标准 才能确保消费人的权益在新经济模式中得到保障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